6月1日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企业家马斯克告诉中国商业中心 上海一家特斯拉工厂的员工 该公司生产的汽车不仅效率最高 而且质量最高 周三晚些时候 马斯克参观了特斯拉上海工厂 这家汽车制造商最大的生产中心 他在数百名员工的陪同下发表讲话 并举着标志拍照留念 这位美国亿万富翁 周四离开上海 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中国之行 期间他会见了包括最高级别副总理在内的 中国政府高级官员 马斯克三年来首次访问中国之际 特斯拉正面临来自中国制造电动汽车的 日益激烈的竞争 而且上海工厂的扩张计划 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感谢您的支持 预募 5分钟 2分钟 3分钟 2分钟 2分钟